嘿 歡迎大家回視看物分屍的遊戲頻道 今天有一款遊戲的demo要來跟大家一起看 叫做Vertical Kingdom 垂直王國 那這款遊戲應該有一陣子了吧 這個demo 但是它的上市日期 目前還是未宣布的狀態 但大家可以關注看看 我本身覺得算是還不錯的 休閒的這個建造跟類盜者闖關的類型 那建造跟類盜者闖關 我們之前就講過 其實算是一個蠻新穎的結合方式 之前玩這個對抗風暴的時候 是有稍微提到 不少 應該說蠻少有遊戲有這樣子的類型 那demo的內容沒有到很多 所以我們應該不會花太多的時間 但是蠻值得一起看一下的 本身在Steam上都可以自己宰下來 玩看看這個試玩版 那再來決定看看你對這個遊戲感不感興趣 一開始的時候 故事最基本就是我們的整個帝國 經歷了一個內戰 所以現在已經是非常破敗的狀態了 那我們要負責重建 我們是現在皇帝指派的御用宮廷建築師 要負責去重建這個 整個帝國王國的各個角落 那包括就是皇帝所在的這個宮殿 也會隨著你的這個帝國資源累積的越來越多 可以去在科技術上面做修復 那就會變得煥然一新這樣 那現在的話就是除了這個文章以外 基本上所有東西都是爆炸的狀態 那我們先選擇一個要去挑戰區域 試玩版的話基本上只能去這個 Region of Serpents 我記得大蛇應該叫 Serpent 所以應該有個T 那 Serpent我不太確定這是不是蛇 應該不是 那我剛開始玩這次玩版的時候 一開始是沒有這個帳篷 這知道你花一些點數來點這個強化的科技術之後才會有 那我們現在的點數不夠點任何其他的部分 但是就是先有這個帳篷 至於這個帳篷有什麼功用 看一下 improving our camp will allow us to work better in this region 所以除了解鎖後續的科技術走向以外 這個帳篷本身沒有任何的好處 所以至少現在不是兩個士兵加上一張桌子 多了一個帳篷 那我們來挑戰一趟新的這個城市建造之旅 起程 有三條路線可以選 這邊中間應該是事件 這邊看起來好像是岔路可以讓我們轉 試試看這裡 我需要這麼多事件嗎 等一下中間有兩個 其實有兩個比較划算的 雖然說我沒有路線可以選 但是至少中間有兩次的 事件跟建造的機會 你們兩個地區可以選 一個是乾旱地 惡土 另外一個是懸浮島 不太確定這個懸浮島 加成是什麼 這邊是產出的木頭增加 我們選這裡進去的話 一開始可以多拿到50的木頭儲備 那我們來2D這裡 因為確實蠻需要木頭 第一個階段的話 要挑戰的目標是建立有20人口的城鎮 我們才能夠進到下一個階段 那 三個神器裡面水罐我之前好像有稍微試用過 不是很好用 我手上擁有乾旱卡的時候 如果使用這個水罐可以把所有的乾旱卡轉換為這個肥沃土壤 那但是沒有那麼巧剛好兩張卡都在手上 所以我覺得水罐應該要把你的排庫裡的乾旱卡都轉為肥沃土壤會比較強 那這個必須在手排就有點爛 那 不斷的增加忠誠度每回合3點好像也不錯 在氣牌階段你可以保有至少一張卡不用丟棄 好 氣牌階段保卡也還可以 我選加忠誠度好了 試試看我不知道忠誠度多重要 我們起手的忠誠度是120點 那整個建造的平台規模看起來是沒有很寬廣 底下有一小段額外的地區 初始的話基本只有住宅可以蓋 所以沒什麼好挑的 就 不要連著蓋就對了 連著蓋的話他們會不爽 但只要範圍內沒有其他同類型的房子的時候 他都至少會交出最基本的稅金量 這裡故意隔一小段 我們解鎖了一種新的卡片類型 現在可以在卡片商店裡面去購買 這個購買價格是零塊錢 解鎖專造的高塔 我們現在再蓋了這個叫專造住宅 高塔本身也是住宅類型的一種 但是他可以跟這個一般的住宅聯動 不會形成懲罰 所以 算是初期加稅金蠻不錯的來源 解鎖了水井 水井這邊就要花5塊錢買了 就是用我們收的稅來買這個新的卡片 那只能夠在地面建造 有的建築可以不用蓋在地面 可以疊在別的建築上或是平台上 那像水井這種就是只能蓋在地面上 Clicking this card All building card in your hand Change layer Initial building material cost to E 但我手上現在沒有貴的建築 藍圖 所以好像也不是太有用 抽卡 接下來我們現在有兩種不同的建築類型 他就會開始讓我們規劃我們的抽牌回合 總共5個回合是一整輪 那 我們現在有兩種類型 像剛才的這個水井就是農業類 所以會有一個新的類型可以抽 理論上因為現在只有水井 所以我一抽農業類 應該就是全部抽到水井 然後我需要一些住宅 去觸發水井的加成 然後再抽一次農業 看這一次的加成能不能夠讓我們 解鎖更多的農業設施 在這個農業階段抽到 然後後續再抽住宅 OK把手牌補滿用的 那不錯有機會 所以現在在這裡蓋一個水井 這裡蓋一個 不太確定空間供不夠 這裡蓋一個好了 好啦 手牌補滿的話也是全部拿到水井 所以算了 丟掉 古老的手套 使用這張卡的時候丟掉你所有的卡 並且得到同樣數量的卡牌 所以用來換卡片用 蓋錯地方了 糟糕 至少 農田有解鎖了 趕快把農田買進來 一帶 一堆乾燥的土壤 把乾燥卡 乾燥的土壤卡 複製7張丟到手中 所以 配合水罐滿好用的 但我沒有 然後 現在有農場卡 蓋一個農場 水井跟農場之間沒有連動 我覺得蠻奇怪的 但 之前試玩下來的感覺是這樣 哦 這上面可以蓋水井 好 可能不太合適 因為水井沒有辦法跟別的東西連動了 所以只有提供水的功能 先這樣吧 剩下沒有地方蓋 全部丟棄 再一個高塔 都是住宅 我沒有太適合建造住宅的位置 我目前的食物支出是-8 所以持續這樣一直抽牌每回合還是得要一直扣食物 所以沒辦法 沒辦法堅持太久 我們需要運氣好一點看可不可以抽到高塔 有 達到20人口了 然後解鎖了 平台的建造 購買 我滿手牌 Shit 還是沒有 我覺得這邊的農業的基礎太差了 所以 我們趕快把剩下的空地隨便塞一點住宅上去 然後就跑路吧 因為沒有辦法讓這裡的食物 自給自足 我們移動的時候可以保持95%的忠誠度10%的人口到下一場 到下一個這個場景 只能帶走50%的食物50%的磚頭 都有點糟 最後剩下來的量其實滿少的 但因為我們的運貨能力就只有這麼多 東西帶不走 3400分還不錯了 比我第一次試玩的要好多了 我們找到了一些伐木工和他們的家人住在這個眷牧場 希望我們協助他 我們有3450的帝國資源 要花多少帝國資源來協助這些平民 花多一點不知道會拿到多少的好處就是了 但我們可以搶走他們的資源 我覺得搶走可能會扣忠誠度 我們全力協助他好了 試試看 全力協助他們之後 我們得到了71的木頭和27的帝國知識度 忠誠度增加很好 小型的沙漠土地 擅長產出泥磚 我們確實建造蠻需要消耗泥磚的 石頭的話暫時還沒有石造的建築 所以我們走這個 到這邊是 中國的運輸的工作人員 進行其中的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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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到下一個區域的未僱用 就是失業的 這個平民 可以多增加25%的運載量 嗯 嗯 上個廁所 有一定的機會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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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回來了 小竹這張卡也不錯啦 但是他蠻吃手牌運氣的 就是你在建造住宅區的時候 如果抽到小竹很好 小竹的功能是讓你手牌上 所有增加工作人口的這個建築 不增加食物消耗的前提下 加二工人的這個提供數量 那最後一個是七面骰 當你使用這個神器的時候 將最大七張牌加入你的手中 我拿攜帶工人量試試看好了 聽起來蠻有趣的 最後這邊有一個實況 然後有幾個土墩可以建造 一樣從邊緣開始吧 先從種田開始交替一下 不錯都是水井 降低所有的神器的冷卻時間到零回合 反正不用擺不用 剛好都拿到塔 我本來要塔的時候他不給我 糟糕浪費掉了 沒關係我們現在實務才扣2 所以稍微拖到一點回合數還可以接受 種兩個農場下去把勞工都用掉了 但是實務現在是轉正了 對 完美 完美 Eternal Apple永恆的蘋果使用這張卡 然後所有的卡在你的手中 丟棄所有在你手中的卡 得到等同於手卡丟棄卡量乘5的數量 沒有足夠的勞工去種農田 肥沃土壤直接加10食物 那我們現在拿到抽這個平台卡之後 來建造看看平台 不錯 覆蓋面積挺好的 拿到了高塔卡 這可以讓 本回合中建造的建築沒有堆疊的限制 所以本來不能夠蓋在別的建築上面的卡 現在變成可以 水不缺啦 所以我們就省一下工作人口 應該全部抽住宅就可以了 在家10食物很好 高塔這邊來一個 來一個 有了大型的住宅解鎖 那購買 馬上抽到很好 這個是基本的採食廠 也先買下來 鐵水卡是讓我們的手牌中只要是會產生資源的牌產生的資源量都加 2 但我們現在剛好是在抽住宅區 沒機會用到他了 達到40人口 我看最後這個高塔蓋下去之後就離開吧 有38個 就是可用勞工 看可以帶走多少人 我們 本來只能帶走10%嘛 變成帶走35% 所以可以帶到13個人到下一個場景 還不錯 5200分 我們的砂磚只剩下5個 有點糟 好 這邊是農夫 我們用 用一些 資源幫助他們就好 我們拿到了24點食物沒有增加任何的忠誠度 OK 這個又是巨木場 巨木場的話我是蠻想要大力福祉 因為蓋那個 蓋那個 平台需要消耗木頭 而且我們本身現在不會採木頭 大力福祉 扣了很多帝國資源 我 泥磚要不夠了 所以我覺得一定要選這個沙漠地 選這邊雖然 會加很多的忠誠度和人口 但是 還有一些石頭 但是 沒有泥磚的話我什麼都蓋不了了 我們現在主要的建築都還是泥造的 老的信件 每回合多抽一張卡 強化泥磚 泥造建築 消耗一個 額外的磚塊 但是 提供多一個建築人口 好啊 兩次農田應該夠吧 哇好像不太夠耶 糟糕 丟棄手牌中的所有牌換成忠誠度 好我把第二個農場換成忠誠度 因為現在也沒有那麼多的工作人口去 運作它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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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試試看三個農田的 到時候住宅區架在平台上 手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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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拾棄 手工的 仇余 放置 抽一次mining看看 我们每回合可以踩2点的石头 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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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有一點點扣 但是扣的不多 整體的資源都是上漲的 所以可以撐蠻久的不用太擔心 哇 只能蓋一個平台喔 磚塊不夠了怎麼辦 貿易 我們出售水換磚塊 這增長量太少了吧 手牌全部換食物 一個平台要五泥磚 我這要貿易到何年何月 就能把餐廳放進去 家裡有人口也不會倒 達標喔 需要45人口才能到下一個場景 這 泥磚耗盡的代價有點大 糟糕 看可不可以衝出10人口 差多少 7 這個才6 磚塊都不夠啊 3加3 2加2 食物要超級爆炸 1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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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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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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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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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這是給50石頭 這給50磚頭 我當然要磚頭 每回合被動產生10食物 這是一樣是移動的人口人數變多的 我要被動產生食物好了 養村民的難度應該是下降了不少 來佈局一下 還沒有接種10塔 還沒有接種10塔 反正我有被動產生食物所以我現在不急慢慢來 好幾乎 好幾乎 對 那邊 我 來了終於 換牌 有換牌馬上抽到史卡 很好 現在要只剪定了 先放一workers 再放1個 再放2個 先放1個 要拉2個 先放2個 先放3個 先放4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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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放2個 農場來了 只有一個農場 但是 應該沒問題 因為 我們有那個被動的加食物 還可以撐一陣 大型住宅還沒有結實 大型住宅還來了 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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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這真的是石頭塔 踩石場先解鎖 這個在有踩石場之後才會有用 所以也不急 殺石場 買不起 稅收不夠 差不多了 再賺個幾塊錢 繼續前進 農場的話 我要 殺石採集戰 OK 每次回合 每回合產生4點的殺石 所以還不錯 那也許我可以考慮衝衝看這個天空島 因為如果殺石會被動產生的話 給我要塔 天空之島建設範圍看起來滿大的 而且還有樹木可以砍 但我沒有 砍樹木的設施 先把貿易界面打開 因為我們剛才選擇貿易掉 我們應該說產生殺石 所以 我們貿易掉一些食物換成木頭 每回合的時候 然後先抽農業 農業 住房 農業 住房 礦產 農場 種植在上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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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場再一個 再一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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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 那早該早享受了 實況來 同抽 這都是實況啊 等一下我沒有解鎖到殺死場嗎 有啊但是不在這裡 謝謝 我需要這麼多石頭嗎 靠殺死場是在construction 不是在mining 該死 水井終於來了 水快不夠了 哦太好了 食物大滿倉 忠誠度上升5點 水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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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牌不足7就補到7 這張牌挺爽的 大型食物也要50塊 傳水晶現在沒有別的用途就繼續買 模仿嗎 試試看 弄兩個沙圖場 我先把手牌拿出來 先弄個平台 對,跟我想的一樣,這邊剛好補齊高度 那這裡的話 這個不能蓋在上面,一定要蓋在地面 放棄 剛好還抽到羽毛卡,其實挺爽的,可惜 我們現在支援都是正的回合數脫長,其實比較不擔心 大型食屋不喜歡碰到 專造建築 碰到專造建築要空 所以這個居民也是有鄙視鏈的 一定要這樣嗎 兩次比較保險 奇怪 我沒有解鎖他,難怪我一直抽不到 我以為我解鎖了,原來我沒有 全部換食物 還是沒有抽到 葉子 我又不是要 我這些比較保險 我也是有一個人 說得 我們這位是真的很有酷 我也是很酷 我就是這個 說得很酷 我也是很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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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是很酷 農場到底是佔幾格? 三格對不對? 我猜莫坊也是三格 所以我這裡不敢蓋 我這裡不敢蓋 我現在堆壇了 我也想買著 我還是喜歡 我喜歡 本來經過 我需要 你去譜面 食物非常緊繃 木房是兩格 你這棟爛房子 給我塔 算說食物在扣 但其他項資源在累積 所以我們還可以再忍受它一下 好 這樣也行 走人了 不錯 這個食物最後還有100多的存量沒有到非常糟 木頭花的有點多就是 因為蓋三個平台的關係 但要求我們做到60人口我們做到97 可惜只能帶走10% 所以 有點後悔當初沒有帶25% 失業勞工的那個書籍 這是 miner stone quarry 這次要給我石頭 我不需要 欸 我不是很需要石頭 但我需要忠誠度 Do nothing 我們解釋我們的任務之後他們了解我們的處境 雖然沒有加重能度但還是送了我們17塊石頭 不錯 這踩石場的人真好 我們需要採木頭的 建設一個自動採木頭的地點 我們不能再建設 所以要趕快 回到一些能夠發展的土地上 直接被動先給50木 我需要補充程度 所以去天空島比較安全 木頭缺的話可以用貿易的 一個 漆面骰蠻不錯的 這是一模一樣的地圖 所以 看來 同一個環境 同一個 這個生態系的話 他給的地圖目前在試玩版都是同一張 不知道在組成室的時候是不是還是這樣 那進來的時候就先設定一下貿易 我們 可能 砂石其實存量還行 可能賣掉石頭 固定換成木頭 會比較好 那抽卡的時候 我們先農田住宅之後 就採砂石 之後 然後 再 住宅 再農田 不錯農田拿到漆面骰 可是我們沒有那麼多工作人口 Shit 沒關係漆面骰照用 有 有耶 因為失業勞工有帶過來一些人的關係 所以其實我們食物夠 人物人數夠耶 請意外的 對 這些就真的都沒辦法了 但至少多拿到一個水井 對 說到一個水井 又 一張 一張 你需要工作人口 所以住宅不管是什么类型的 应该是都得盖 沙石场两座比较保险 艺术 墨房的食物產能比農田好又比較省空間 我們要多用墨房 食物滿倉 中誠度加5 羽毛是扣造價 炸彈 很好 帶來這個石塔 他居然不喜歡旁邊有磚房可是可以接受旁邊有踩石場 你搞錯 筷子 扣衞 筷子 那是 我每次都是在不是建造生產建築的時候才抽到鐵桌 應該擠不出更多空間呢 本來是可以攤攤看兩個墨房呢 那還是一個就好了 哪還可以攤架 什么没有跟后面的这一栋连动 可是我底下这个上去有 所以它的层级不同的岛是不行互动的 但是同一层的高度是会互动到的 这底下留给一个大石屋 这样才能把一个石塔顶上去碰到它 这盖下去还要赔钱 不知道到时候互动联动赚不赚的回来 试试看凡事总有第一次凡事总有182关 钱被吸回去靠北 大石屋来 ok 石塔顶上去碰到上面的植物 加22 挺爽的 我顶 没有赚回来 这个小屋子我圈到它只赚了3块 刚才赔了4块所以总共还赔1块钱 我应该只需要这座井 其他地方都不是真实的地面 是平台的不能盖紧 所以 都是没有用处的 我们现在的贸易是什么 还在出售石头吗 换成出售水 换砂砖 多挖一点水 布小本 没想到先来个平台 本部 值得吧 平台上不能在顶平台 食物满仓中程度又加5点 挺爽 面固的 可惜沒有拿到塔的特殊效果卡 這個時候給我水壺 小屋子可以蓋一下 OK來了 這邊應該算一時爽 其實我拿塔去頂它的話 旁邊的塔扣錢不知道扣多兇 可以可以接受拿塔去頂 好有錢 301塊 100塊錢是一金幣 我們已經達成了對不對 不理它 我們現在資源全部都正的繼續送 還缺一個小屋子 一個大石屋 還有一個石塔 應該是兩個石塔這邊一個這邊一個 這裡還可以再放一個 我們可以接受 還要試試看嗎 我覺得可以繼續走的啦 不需要ㄍㄧㄥ到全滿了 我們犧牲了超多資源 忠誠度只能維持95% 有一部分的忠誠下降 然後只能帶走10%的勞工 所以只有8個人 但總比沒有好 帶走50%的食物有100% 50%的砂磚有66% 10%的水 水其實帶的都很少 那但是水確實是蠻值得 在生產過剩的時候拿來當貿易物資 錢只能帶走10% 所以下一關只有保留36塊而已 爛透了 我賺了這麼多錢 你只讓我保留10% 但賺這麼多東西 最後換算成分數就是還蠻高的 這不知道是什麼 這不知道是什麼 不是Wonder Camp 是Camp嗎 不太確定Camp是什麼 Camp Camp 找到舊的營地 可以花一些帝國資源雇用勞工 需要嗎 不用吧 喔 但我們解釋完我們的任務之後一樣 我什麼事都沒做 但還是有一個人自願加入我 而且 增加了65的 帝國忠誠 這忠誠也加太多了 65欸 哇靠 加起手勞工的比較有用 我要加起手勞工量 把手牌換成蘋果 好吧 試試看 其實被動 每回合被動加中程度也不錯 我不知道中程度到底多難維持 但是 反正每一次移動都只能保留85% 所以 會損失一些 先設定貿易 一開始我要先賣石頭 我們後來再改成賣水 先賣石頭換 砂磚 然後 從種田起手 就搞定砂磚的生產之後 我們再做別的事 農田的話 留兩格 這樣的話只能蓋一個踩石場 踩石場應該是兩格的空間 再留兩格 這個地圖能種的田的量 好像有點堪憂 非常需要疊高價 喔靠你給我踩 這個有點糟 這需要用水井格開 不然他們會很不爽 好 之後再想辦法用水井格開 先增加 先增加勞工數 然後再拿一塊 把燈滅就很高 小燈滅 超燈滅 很重要 改成貿易 可以 水 換成木頭 我還是沒有拿到我要的農場 我都考得到 你覺得超過的 你會不會放出 這唱而已 你會不會吃? 我喜歡 我會想要 我會想要 那種 可是你會想要 那些東西 你先掃揚 我會想要 你會想要 我會想要 我忘记杀十场的空间需求 Shit Shit 哇 这很不妙 七 抽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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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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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